好 接下来镜头回到台湾 今天1600新经济来到棚内是主播黄新华 新华昨天我们这个时候讨论到制造业 说接下来似乎表现会不错 那么其他产业情况又如何呢 新华 确实 安琪观众朋友 其实根据经济部的数据 国内内需市场为主的零售业 近期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带您看到虽然整体来说批发零售业 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 1兆550亿年减了0.9% 这是历年同月的次高了 呈现12个月的负成长 但是11个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望正成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数据都有滞后性的 所以零售业其实受惠于 车市非常的火热 还有周年庆的商机易住 所以400亿的这样的业绩 可以年增5.1% 创下了历年同月的新高 而同时在餐饮业方面 现在大家什么都能省 但是对自己好一点吃的就省不了了 所以也来到了855亿年增11.1% 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 所以餐馆跟饮料店的业绩还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廉价出游跟周年庆的商机 连带也拉抬了菜饮业的表现 但制造业的部分 大家也不必悲观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AI新科技新需求的发展 非常的热络 其实也会推升机械业器具 对于营业额的需求了 所以从今年年底到明年的第一季 后市的展望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安琪 确实我们最近在一些卖场 餐厅都看到人潮满满 不过是不是其他方面 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呢 新华 确实哦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很多制造业 或者是国外大客户的订单 他们都会先拉货 现在很大部分的制造业 特别是高科技产业 都在去化他们的需求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来看看呢 关于这个生产指数方面的数字了 10月份的表现呢 是工业生产指数来到了92.29 下降了大约2.32个百分点 那另外一方面 制造业的生产指数呢 一样也是下降了1.93% 来到了92.1的分数 双双连续17个月负成长 但是其实呢 在个别产业来看 机体电路的生产 是由黑翻红上涨了0.37%的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因为疫情期间呢 其实大量的交货库存呢 现在都在陆陆续续消化 所以会影响到制造业的 生产的成绩单 才会呈现双双负成长的趋势 而预计哦 到年底11月12月 还是会是负成长的趋势 但最快明年的1月份 就有机会反弹转正咯 而再来带观众朋友 来看到欧中商会呢 也针对明年台湾的经济 给出了一些建言跟建议了 他们2024年的建议书当中 也有提到 台湾应该在几个方面 多做加强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经济 面临风雨飘摇的局势 2024年的前景 充满不确定性 特别是能源 人才还有国际化的部分 特别是他们提到 吸引国外的人才 还有提升官员 对外沟通的英语能力了 安琪 是 新华 说到不确定 很多人就会觉得 好像买房地产最稳妥 不过我们之前也看到 有房仲师提醒大家 预售屋暂时 除非是真的非常喜欢 要不然不要动手买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 确实就全如安琪所说的 7月份这房地合一税伤之后 打击了预售屋的红单 所以买气几栋 真的反映在部分的 蛋黄区的销售表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替权条例 7月份上路 买气直接下坠 而双北台中的蛋黄区 居然占了半数成交量 减了60%到80% 而且价格也跌了9% 我们带您看到 最主要是哪几个地区呢 首先台北市的大安区 是跌得最多的 我们看到 焦率数的跌幅来到了78.2% 可是大家都知道 大安区天龙国核心中的核心 他们房价一平120万以上起跳 所以价格这么坚挺 当然大家也会稍微缩手一下了 还有台南的安平区 也下降了77% 台北市的闻山区 也下降了75.3% 其实房仲业者 还有房市专家都预估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是因为价格啦 因为双北市的淡黄区呢 他们成交量大减 因为建商在新市上路之前呢 大量的推案推到市场了 所以拉抬了各地第二季的 预售物的机器了 而且淡黄区的价格很高 所以呢 消费者的追加力道就变得比较弱了 导致大安区就成为了重灾区的冠军了 想掌握更多讯息 请您扫描的QR call 带您掌握新趋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